Melody带来的这条房源 位于列治文的三号路上 三号路可以说是列治文非常重要的一条路 两边商铺和饭店属不胜属 并且有一条天车线 Canada Land 贯穿 与此即交通便利与生活便利于一体 这间公寓与Lansdown中心也有一阶之隔 Lansdown中心大约有五英五大 有很多的连锁企业 比如说BuySpy, Homestance, GVSK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咱们华人最喜爱的大统华 那我们现在就来让Melody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公寓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温哥华与群老羊团队的Melody 那我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朝南的三房两位的高级水泥公寓 那这个高级水泥公寓呢 它是位于Richmond最繁华的地段 就是三号路和Lansdown的夹角处 那这里呢就是有我们城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便利条件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生活啊 无非是离不开吃穿住用行这几样 那首先呢那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 行的话那在我的这个北边这个方向呢 现在有个住户车过去 我们稍等一下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大了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周边哈 有这个天车站就在家楼下 可能上可以说是不用开车 也可以这个去去很多地方哈 非常方便去Downtown也是就20分钟车程也就到了 对的对的 对对就从这里过一个马路 就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天车站 那从这里呢到温哥华的市中心 坐天车的话大概是25分钟不到 那从这里呢坐这个天车呢 再转去温哥华国际机场 也就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同时呢在这周围呢 还真是有很多的餐馆 比如说广东早茶呀 上海菜呀 然后还有米线呀 然后星巴克呀 包括就大家都喜爱的海里捞 从这里出发五分钟您一定能找到 所以这里呢就是餐馆也是非常方便 再有呢这周围还有好几个大超市 那最近的呢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在我这个左手边呢 有一个改良的这个中国超市 它是呢从这里过去大概就两分钟吧就到了 那如果我们从这里向东走 走五分钟 基本上就能看到呢 全加拿大华人最喜爱的大统华超市 那除了这些呢 这周围还有两个大的烧品帽 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Lancestown烧品帽 就在天车站的旁边 那另一个呢 从这里走十分钟超南 就可以到了Richmond Center购物中心 那这那边就是品牌很多了 您是想买什么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的 那除了这些呢配套设施 周围就是加拿大四大银行 从这里出发十分钟全部都能找得到 但是离这栋楼最近的呢 是RBC银行 从这里往左走 大概两分钟到 所以是非常方便 那除了有这些呢 在我左边的这个Plata呢 它还同时有牙医加急医生 那当然有些爱美的朋友也想问一下 有没有医美 您往我后边看 就这里 就有一个新的 对就是医美中心 所以呢 在住在这里呢 真的是有城市生活的一切方便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栋大楼 那这栋大楼的中文名字呢 叫做兰花 它的地址呢 就是5580 No.3 Road 在Richmond 那这栋楼呢 它的开发商呢 是在加拿大有60年历史的BD Living 嗯 那同时它请的这个外观设计师呢 是曾经获过大奖的 叫UF1 Arctic 那这个栋大楼呢 一共有15层高 那它呢 一共有113个单位 其中呢 它其中是有一房 两房 三房的水泥公寓 还有三房的tonghouse 当然底层呢 还有一些商铺 这样啊 好的 然后啊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入这个大楼内 看一下大楼内部 你可以看一下它外面的外墙呢 也是有大理石的 你看到吗 就是其实也是贴的 有大理石的 所以呢 它这个 开发商是非常用心的 在设计这个大楼 同时呢 我们马上要进入它的大厅 它的大厅呢 也是非常豪华气派的 平底也是比一般的大厅要高的 好的 这个大楼的外观看起来就比较高档 对 它是现代派 对 它是这个设计是现代派的 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大厅 还是很豪华的 嗯 OK 对 好 好 那我现在就要马上进入电梯了 等进入电梯之后呢 我再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个房子内部的情况 好吗 好的 好的 那我们请导播把这个房源的信息呢 放在屏幕上面 总价是89万9 这样一个在三号路最繁华地段的这样一个公寓哈 每平方尺的价格大概是908 换算成人民币的总价和每平方米的价格呢 我们也用软件自动翻译过来哈 直接就在屏幕上显示了 差不多人民币是5万块钱一平方米 对 好 那我们这个房源呢 也是很新的 2018年建造的 可以说是一两年新 这样的一个 990平方尺的 大概是 翻译成平方米是91平米的这样一个公寓 好的 那 Malady有上来吗 对 我上来 你看到我吗 看到了 好的 好的 好了 我现在已经上来了 那我在我们进入这个单位之前呢 我现在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单位的情况 这个单位呢 它是一个三房两个卫生间 然后带一个车位和一个储物间 那它呢 是在东南角 就在这种大楼的东南角 它的三个睡房全部是超南的 里面呢 全部都是这个木质的符合地板 然后带空调 然后窗帘全都是卷楼窗帘 天花呢 是88 那我们就准备进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门 这个门呢 它是一个七尺高的门 这个门呢 它是十星 完全是十星十目的 所以推起来呢 非常有质感 而且这开发商呢 它非常注意细节 您看一下这个门栏 这个门栏呢 它是这个石英制作的 好 那我们现在进来 好 一进入这个房间呢 我们可以看 先看这边 一进来它这边就有一个衣帽间 这个呢 就方便您一回一回来呢 换衣服呀 换鞋呀 这些的 然后在衣帽间的旁边呢 就是它的这个洗衣房 洗衣房呢 采用的是LG的 前开门的 节能型 干衣机洗衣机 嗯 OK 是一个full size的是吧 对 full size 对的 然后实际的旁边呢 就是它的客用卫生间 好 颜色是这个白色跟这个 对 它是时尚风 所以比较浅一点 对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厨房 厨房呢 它这个厨房 您看一下 它的这个柜子呢 全都是有这个木质纹理的 嗯 对 浅色 带木质纹理 所以是看起来非常的高级和细腻 然后它还有一部分呢 是采用的这种玻璃的 玻璃的柜门 可以看到吗 这种玻璃的白色的 也看上去是很现代风的啊 然后它所有的这个抽屉呢 都是带 柜子和抽屉都是有这个self clothes OK 可以自动的关 关回去的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您就是不用担心 它突然关了一下吧 您吓得一跳 然后您再仔细看一下 就这些把手 这些把手呢 它也全部都是 呃 镀落的 然后抛光的精玄 啊 OK 对 您看一下 就是这片台 其实这是一整块的 这个呃 石鹰 一整块的石鹰吧 这种啊 嗯 它的这个 对 就比较好清理 就是如果不像那种 有马赛克 你还有份啊 什么的 到时候您轻微起来会比较 难过一点 对 然后你看它这个 这个石鹰板和它的操作台呢 这都是一体的 全部都是这个石鹰 都是石鹰材质 而且颜色也非常漂亮 嗯 对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水龙头 这个水龙头 这个水具呢 它是德国的名牌 这个叫 呃 Grow Hill 啊 然后呢 它的这个水槽呢 是29寸的下线式的水槽 现在很流行这种款式 同时呢 它它上还配备了这些价格 这些方便您的操作 在这个水槽的下面呢 它也配备了这个碎骨机 所以您是不用 完全不用担心 您的这个 呃 下水道被堵啊 什么这些的 啊 所以它的配备都是非常的好 嗯 那还有这边 刚才忘记说 这个抽风扇 不要看这个抽风扇非常纤细 但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 呃 大功率的抽风机 吸力非常强 可以达到300的CSF 嗯 对 所以它也是 它的设计也是非常精美的 那它剩下的电器呢 基本上这些主件呢 就全部都是博式电器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冰箱 好 现在全部都是这种内置式的 跟柜门一体式的这种 所以就看起来非常整齐 啊 下面的冷藏室 炉头 这边的炉头也是博式的 也是标准尺寸30寸 然后但是呢 它就是给我们用的是五火 五火的炉头 一共有五个炉头 一般的是四个嘛 所以它现在这种五火的 就非常方便了 然后底下的这个烤箱呢 也是博式牌子的 但是这是一个电的烤箱 嗯 哦 顺便提一句 就是说在这里呢 您可以看到这个USB接口 所以呢 在这里就比较方便 您就是比如说 有时候看的菜谱呀 用iPad或者手机什么的 可以直接插在这边 所以这都是它设计上的一个小心思啊 很贴心 对对对 然后还有这边是它洗碗机 也是标准尺寸30寸 然后博式牌 嗯 对啊 都是不锈钢的 这些电器全部都是不锈钢的 嗯 好 那我们现在站在厨房这个位置呢 直对着我们的就是这个餐厅和这个客厅 那从这里看的餐厅和客厅也是非常方正 而且光线也是超级好 那在这个右手边呢 嗯 再往右手边看的就是我们的三个睡房 那我们现在就先去主卧看一下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了主卧里 主卧里呢 它是在一个角上 它主要朝向呢 是朝南 所以采光特别好 相信您也可以看得到 对 好 对的 很通透哈 没有遮挡 对 对对没有遮挡 很通透的 而且它这边的这个尺寸呢 很好 可以放下一个king size的床 还可以同时放下一对床头柜 嗯 对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这个 呃 closet OK 对 看一下 它是两个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后旁边还有 这个clawney 它其实设计的也是很贴心的 这个中间是通的 它虽然是四扇门 但其实呢 是中间这边是空的 是可以通过去的 所以是 储物空间是比较大的 嗯 好的 那再来呢 我们就到了 它的这个主卧的卫生间 那主卧的这个卫生间 它的这个水具 呃 包括它的花洒呀 和这个水龙头呢 也都是德国品牌的 跟厨房的那个牌子是一样的 嗯 然后也是现代风浅色 那它呢 就是你看设计 这个大楼的设计呢 其实是非常精妙的 你看它这个 摆玉具的这个 就有个框 右边有个框 是给您摆 就是洗漱用品的 它后面的这些的马赛克呢 全部都是大理石的 大理石石材的 所以 也是非常精美 看起来很高级哈 对对 完全是死瓣的感觉 对 特别是它这个玻璃门 它这个玻璃门呢 是它的一个特色 这个玻璃门呢 它有十毫米厚 没有框 而且是超高 比一般的标准要高一些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这个死瓣的感觉 最后介绍一下它这个马桶 它这个马桶呢 是科乐的牌子 然后是节水马桶 大家可以看看 就有两个按钮的 对 非常符合现代的一种标准 那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第二间卧室 好 也是朝南 这个边也是朝南的 我们当时在做staging的时候呢 就把它装扮成了一个书房 但其实这间房子呢 它要放下一个 这个双人床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嗯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间睡房 好 第三间睡房呢 也是在脚上 它这边呢 是东南脚 它是摆了 本身就摆了一个这个双人床 再放下一个层头柜 一对层头柜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它有两个睡房呢 都是在脚上的采光超级好 而且超大玻璃 嗯 是卷 都是卷轴窗帘 哦 它的每一个 我再提醒一下 就它的每一个房间都是有空调的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就是客厅 客厅这边呢 出去呢 是阳台 嗯 来我们出去看一下 嗯 那从这个阳台呢 我们是看见的 可以看到大楼的空中花园 这个空中花园呢 有儿童游乐场 还有BBQ的炉子 可以供您开party 那这座大楼的设施呢 也包括健身房和party room 但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呢 所以这些都是不开放的 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有一个3000尺的 私人的室内的 和9400尺的公共设施 然后还有带家具和厨房的party room 当然是在里面的 那个没开 然后空中花园呢 是可以开大型的party的 还有带空调的健身房 瑜伽室 舞蹈室 乒乓球台 它还有一个最好的点 就是它有那个客房 所以就是如果有租客来的话 就是有访客来的话呢 就可以租这个大楼的这个房间 然后来当就是 就不用去宾馆了嘛 所以这个也是来说 比较方便一些的啊 然后最后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保安系统 整个大楼呢 都是有高清摄像头和监控系统的 然后它底下有商业 商业呢 和这个住宅停车场是分开的 所以呢 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有其他的人进来 然后再有呢 就是这个电子钥匙 您住哪一层呢 电子钥匙才能去到哪一层 还有就是大楼已经给你安好了 就是这个unit之内的 这个私人保安台的线路 都已经出好了 所以您随时可以换 就是申请您的保安台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大楼呢 它是符合这个环保标准的 LEED SEWER的水准 对啊 然后那这个大楼的情况 基本上就和您介绍完了 这个房子的价格呢 现在在市场上标价是999 所以啊 也非常欢迎大家 给我们出个offer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899吗 我们上次再见 899 对899 OKOK 899 好的 好了 谢谢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这套房子的优势呢 非常明显哈 首先地理位置很好 很新 然后呢 一些设计啊 规划啊 都是非常人性化的哈 安保系统也非常好 那未来一些大型社区呢 也都是围着三号路的 比如说未来 Lansdown大型综合社区 根据规划呢 目前这里的建筑 很可能就要拆掉 建成一个24栋的全新 居住办公 娱乐一体化的这样社区 再往南一点 列治文中心 Richmond Center呢 也要进行大改造 新建2000套住宅的综合 商住中心 那有一种 入住世界中心的感觉 列治文最繁华的地带 那对这套房源有兴趣的呢 可以去联系我们 Morning 雨晨和老杨团队哈 然后让经济带您去现场 去体验一下这套房源 我个人是感觉是 优点很多的这套房源哈